所以真正懂得就像善财童子一样 善财童子五十三财 那是什么呢 断烦恼 消业障 开智慧 成就真实的功德 善财童子所表演的我们要能体会得到 要能把他这套本事学会 用在我们自己生活环境当中 我们就得到了 这些神天天都是五十三财 五十三位善知识是代表眼前的社会 行行四四 社会里头男女老少过行过夜 那问题我们是不是善财 如果是三财那就是五十三财了 天天都是五十三财 样样都看 样样都听 样样都接触 心底干干净净 也成不然 真的 断烦恼 消业障 障指挥 成功德 所以修行 真正修行 在生活当中 五十三财里面有没有逆境啊 有 顺境度 逆境少 这里都表着有很深的意思 啊 逆境的障碍 不大 顺境的障碍了 顺境容易迷惑人 逆境容易警惕人 所以 所以 顺境 五十三财 逆境少 顺境度 顺境里头不动心 真不动心 所以 顺境不好处啊 逆境反而好处 因为 紧急性很高 逆境是 迷恋在当中 紧急性没有了 啊 如果守不住 这些道德的戒心 出顺境没有不堕落的 我们看看历史 历代的帝王 他亡国是出什么境 出顺境 他亡国了 开国的帝王 他纯意见 为什么 社会动乱 所以他的紧急性很高 要用智慧 亡国的帝王啊 出身 暗落 赤货暗落 哪有紧急性呢 因为天下太平啊 老百姓所有的 这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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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的效果 都要贡献他了 让他一个人去享受啊 他自己 乐意 忘忧啊 人民苦啊 他在享受啊 哪有不忘 哪有不忘 那顺利 进阶 都用智慧去处理 这就对了 我们说服佛经上处处都显示这些东西 要回看 这些东西 都要贡献他了 这些东西 都要贡献他了